来看这是刚刚最新的警报单 它现在距离我们大约是360公里左右 持续的离我们越来越接近了 但是它的时速在过去几个小时都是不到10公里 所以速度非常缓慢 也因此原本预计它会影响我们的时间点也推延了 大概预计是在今天的晚上 一直到明天清晨 将会是台风距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 那么预计如果这个路径没有错的话 在今天下午大约3点的时候 暴风圈就会接触到我们的陆地 也就是涵盖在路景范围的基隆大台北地区 宜兰地区首当其冲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 也因此在这些地方今天入夜之后 会感觉到这种台风带来的间歇性风雨会越来越明显 不过我们来看看它就是因为速度这么慢 那么预计在明天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 虽然说暴风圈就有可能会脱离 它也要开始北转 不过我们还是要看整个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强弱 都还有可能这个北转的速度跟时间 都还是会有一些变数出现 只是也因为它速度很慢的关系 所以说整个大环境不利于它维持继续往上增强 可是它现在还是有中度台风的一个强度 降雨方面带你来看到雷达风场图 这一次的降雨稍微有点复杂 我们带你来看到在北部地区 还有包含西半部的沿海地区 确实就是受到台风的一个外围环流水气 带来间歇性风雨 但是这一次我们反而更要注意的 除了在北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好雨大雨之外 在中南部的山区雨势也不小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从它越来越接近的过程当中 西南风开始增强了 而再加上它本身台风的一个水气 就在我们中南部的山区进行符合 所以说南投地区今天开始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 甚至预测有可能会来到大豪雨等级 也就是24小时的累计雨量会来到350毫米左右 也因此我们来带你看到 目前气象局是针对了中南部山区 还有苗栗以北发布大雨特报 也在刚刚的过去一个小时 基隆北海岸还有南投山区有降雨 而且南投的一个雨是 食雨量大约是在44毫米左右 雨还蛮大的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降雨 今天可能就会出现比较累积到 像我刚刚提到的大雨啦 甚至是豪雨 以及不排除可能会来到大豪雨等级 而走雨量预测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虽然说比较强的风是出现在北部地区 可是反而在中南部的这个山区的累积雨量 也有可能会来到500到600毫米 就是因为还有受到西南风符合的一个关系影响 也因此带你来看到整体的降雨趋势 在今天到入夜这段时间 山区的雨会比北部平地更加的明显一点 尤其是到了晚上开始 刚刚提到了 是风雨也就是这个台风离我们最接近的时间点 所以说呢 在山区紫色的这个累积雨量代表 这个12个小时可能会来到100毫米之上 所以呢都可能会出现类似这种摊坊啦 或者是落实的可能性 因此我会提醒观众朋友 这几天不要前往山区 那么要到星期五的下半天 等到台风如果慢慢远离之后 北部地区虽然说风雨稍微缓和 但是刚刚提到 中南部地区受到西南风影响 所以说呢可能还是会有出现 这种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不稳定 而另外呢在这两天还要留意的是 基隆北海岸跟南部地区都可能出现 10到11级的强阵风 以及包含在沿海地区 也有可能已经出现了像是3到4米的浪高 甚至不排除有5到6米的一个巨浪 都会发生在北部 东半部 还有恒圈半岛一带 以及其他沿海地区也可能会有长浪发生 所以说呢沿海还有山区这几天 是千万不要前往的哦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再把时间交还赶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